大家好 我是沙斗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科幻电影 超级八 故事开始 我们的小蓝主和几个小伙伴 打算一起拍摄属于自己的丧尸小电影 小胖是导演 蓝主负责化妆 唯一的女主当然是要演女一号啦 几个人商量好 就开车来到了镇子郊外的火车站 准备拍摄 因为胶卷当时是很贵的 大家在小胖导演的安排下 有模有样的彩排 等待火车的到来 小胖要的就是这个火车 飞驰而过的背景画面 此时轰隆声临近 大家急忙各就各位准备开拍 小蓝主斜眼望过去 一辆急驰的皮卡车 直勾勾的正面冲向了火车 引发车厢连环相撞 一节节的爆炸散落 蓝主几个孩子赶紧逃命呢 混乱之后 幸好没有人受伤 仔细一看 大家发现地上散落着 像魔方一样的神秘立方体 不知道有什么用 小蓝主比较鸡贼的 剪了一块 踹在兜里 而走进皮卡车 才发现 肇事者居然是他们学校的 生物老师 手里拿着一张地图 上面画个火车的行进路线 似乎生物老师这次行动 是有计划 有预谋的 那么一个学校的老师 为什么要不顾性命的 去撞火车呢 他还有一口气 举枪 要求蓝主几个人 不准将这件事给说出去 说着远处一群穿着军装的人 追查过来 小伙伴们赶紧逃走 第二天 电视上就播出了火车事故的新闻 小胖很兴奋 当时摄影机正开着 如果能把胶卷给洗出来 那画面不得了啊 周围也被军方封锁 蓝主发现 他们正在一一找回金属立方体 很显然 这些立方体 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惊天大秘密 晚上 稀黑的丛林里就传来动机 一瞬间 小镇警长和便利店小哥 就被某种神秘生物给袭击了 在这之后 镇子上奇怪的事情是越来越多 宠物失踪 汽车引擎被偷 镇上经常断水断电 一检查发现啊 电感上的电线全都不见了 被人偷了 这一切都在那场火车事故之后 显然是那个神秘生物所干的 但是他要电线引擎 做什么用呢 军方的车呢 也经常出入小镇 拿着仪器不断的排查 其中一个居民呢 还无意间听到了军方的频道信息 似乎是个什么军事行动 而且军方也不让当地警察插手 居民们纷纷感到恐慌 那个撞火车的生物老师呢 也被关了起来 言语中他之前呢 也是军方的研究员 好像是抓到了一个不明生物 不过后来老师因什么原因就退出了 上次火车事故时期拍摄的胶片呢 也刚洗出来 拦主和小胖这才看到啊 原来从废墟中爬出来一只怪物 也就是说军方正在运输这个怪物 小镇上的袭击事件不用说 全都是他干的 另一边 军方也开始大范围的疏散居民 而小女主在路上还被怪物给叼走了 小伙伴们在撤离中心一起商量着 回阵子找回女主 大家先开车回到学校 在生物老师那边找找线索 从他办公室保存的影像资料中才得知 原来军方无意间抓到了一个外星人 把他关起来做各种实验 而他的飞船就是由那些金属立方体 根据某种条件组成的 军方想要获取这项技术 可一直都没有成功 有一次生物老师无意间被外星人给轻轻抱抱举高高了 那一刻思想连通 老师感受到了如果不放走外星人 人类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屡屡的劝说中 就被军方给开除了 之后也就策划了撞虎车的事 录像还没开完 军方的人就突然破门而入 将大家带上大巴啊 结果路上就遇到了外星人 几个小伙伴趁乱逃走 再次回到镇上 受到信号干扰的坦克啊 武器啊自动开火 这里已经成了一片战场 拦主想起来 自己啊 曾经在墓地的房子看到挖土的痕迹 说不定那就是外星人的藏身之所 大家奋斗行动 两人赶到墓地 打开门一看 还真有一个地度 拦主和牙套地爬下去 发现这里有个实验室 原来之前小镇丢失的电子设备啊 全部都被外星人弄到这里 组装成了某种新的仪器 旁边还有很多人 像腊肉一样的被挂了起来 其中就有女主 小蓝主心生一计 他让牙套地用道具鞭炮 去吸引外星人 自己再绕过去救女主 顺便把其他人也给救了啊 救了人之后呢 大家赶紧跑路 不过外星人毕竟是高智慧生物 很快就发现了小把戏 追上去 最后还是把大家给逼入了一条死路 就在走投无路之际 蓝主跟外星人讲起了道理 可能是由于感受到了小蓝主的同理心 再加上飞船已经准备完毕 外星人呢 并没有对小蓝主动手 禁止去开启飞船 而在外面 所有的金属都被强大的磁场 吸向墓地的水塔 军方所收集的金属立方体呢 也被吸了过去 组成了飞船的主体 随着能量的续集 飞船缓缓地驶向了遥远的宇宙 很显然 被关了数年的外星人呢 终于可以回家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电影 为什么叫做超级8 是因为这几个小伙伴使用的机器 就是一台超8毫米的摄影机 这也是导演为了纪念自己12岁的时候 用爷爷给的超8摄影机 瞎几逼乱拍 结果人家长大了 现在成了著名的编剧导演制片人等等 有人说这个人物还是不熟啊 美剧迷失 疑犯追踪 危机边缘 看过没有 都是他编剧的 汤姆克鲁斯的《蝶仑蝶3》 看看没有 《星际迷航》 《星球大战7》 都是他导演的 同样的 大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不用多做解释了吧 如果人类历史所有导演 一定要排个前十的榜单出来 保守说他一定是前五 斯皮尔伯格也是小时候 父亲送了他一架小型的手持摄影机 在13岁的时候呢 就拍摄了一部40分钟的战争片 看看别人这追求 估计你依稀能感觉到 这之间有什么微妙的联系 别人父母给了孩子一架摄影机 从此点亮了孩子的才华 而我们很多父母 可能只会给孩子一部手机 让他一边玩游戏去 《蝶仑》 一个让你沉迷于故事的讲述者 浓缩电影精华 又不失他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觉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